其实每次录制之前我觉得都会有点失眠 然后比如说我们因为每次录制时间都很早 基本上都是三点半到五点钟起床嘛 所以我觉得我之前录的两期基本上都是凌晨一点半到两点才是 失眠的兴奋 就是很想就是赶快开始赶快参与赶快录完 就是那种感觉 但是一旦录完了之后呢 就是自己又很很留恋很懊恼 就自己为什么会被抓住 我如果往那边跑或者是往那边跑 或者是不来这个地方 就是就肯定不会被抓住 就是会有很多这种留恋的情节 我觉得就是我们三小时一天 Cast Boys就是在这个节目里表现真的很棒 而且他们的体力 就真的是年轻有活力 而且就是中间我有一次被稍微有点早被抓住的时候 然后我在中指尖的时候看到他们就是三位 拼命的在跟就是猎人就是就是周旋 然后去完成任务 非常非常的拼 而且他们的体力要比我们想象当中的要好很多 我每次被猎人抓住之后 我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傲打 就是自己为什么没有跟大陆队走 或者是自己为什么就是就是不就是不多多看一下 为什么会跟猎人打一个face to face这种 所以就是比较傲倒 然后就是在被抓住之后的就是很长一段时间都会自己在想 就是我如果在这一期我如果我当时逃走的线路是这样 或者是这个猎人追我的时候我如果藏在某一个点 就是结局可能会不一样 所以还是被抓住之后 应该是自我反省的这个这个这个就是内容会比较多吧 其实每一次录制之前呢 都有在一起商量过这种逃跑或者作战计划 有的时候我们商量的还是比较明确或者具体 但是一旦猎人从这个劳工员一出来的时候 就大家都基本上的情况都是就大家看到一样荒作一团 而且基本上就是把我们就是就是最短速度最快速度就打散掉了 所以我们有很多的配合都是在都是在实际在我们在就是逃脱当中 然后随机然后碰到我们队员 然后然后在一起搭配或者在一起配合 其实想要求人家挺多的 因为这个节目开播 人家就顺便很多朋友有给我打电话 或者发挥心愣的这个节目 当时入市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好不好玩 所以就是我每次跟他们说的也特就是特别兴奋 所以身边旁边如果让我带的话 我估计我能一下叫来十几个人带 可以举个例子 举例子啊 比如说 比如说我身边 其实我最好叫肯定是就是那种 特别比较党的那种我身边 徐志谦啊就是这种 他就是那种就是有的时候 神经比较大条件 然后就是我在这工作的时候就在让我受不了那种 所以就是他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那种笑点 所以就是我们如果跟这样的队友在一起搭配的话 就是我觉得会给我们减轻很多那种心理压力 谢谢大家